当弹体起树的时候 车内的发动机和发电机 会同时加大功率 这个时候 二号时候 已经带着电来 前往发射延停 那么这个时候 一号 三号 还有四号 一定要竖下耳朵来认真听 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 可以靠声音来辨别 是否能够顺利发射的 唯一一次机会 一定要很认真 很仔细 报告 讲 报告厅 能听得出来吗 新兵肯定不行 但是老兵可以 经历过无数次的 起树发射过程 必定会练就一个神奇的耳朵 这就是你们要练的 行 今天的专业学习就讲到这儿了 你们啊 回去都好好笑话一下 提醒你们一下 现在还是战备状态 出去 一定要向办展报告 跟连长说也行 起座 这就算是 是最轻的处理结果了 别当心 打几个响根 把肚子累的芡放一放 舒坦 子宝 我问你 到底在办什么 我问你 你要干吗呀 如果你真的怕死 当初就不应该踢那张表 不过你现在既然在这儿 就别言言怪气了行吗 你知道那些老兵 怎么谈论咱们的 他们说 咱们川东大雪 来了四个七八 咱们学校这张脸 都被你丢尽了你知道吗 我数到三 马上从我面前消失啊 我要是布呢 来 来 来 我 别 别这么说 温小军 都是同学 又是战友 也不是敌人 我问你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愿意跟这种怕死的人 才是干好着 还是愿意跟战友们一起出去解决问题 还是愿意跟战友们一起出去解决问题 你是想当个娘炮 还是当个爷们 我不是娘炮 你连娘炮倒不如知道吗 我 你干吗呀 夏拙已经是牵车之剑了 你到底要干吗 欧阳俊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对 我没资格 但我不能因为你的不争气 让别人议论咱们的母校对吧 你装什么金刚 要不是因为你拿不到学位 就你这心劲 你能跑出来当兵 对 说得对 我是不想问的 但我现在站在这儿 就不能因为你 让领导求不起咱们大军胜对吧 我是你前几半小时 我昨晚已经发展了 只要夏拙在咱们旅 你就休想立功平强考军下 这不是继承于何时亮的问题 他是诸葛亮 你根本背不上周虞 再说一次是 怎么了 我就说了 我当个越谈越不须眼 你们就不能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吗 不行吗 不行 你跟这种装帅的人 你叫我不行他 狗血的活上 他算是个男人吗 你是男人吗 是吗 你 你打我诗诗 你再说一句 你再说一句 你再打我 别打 说来 干吗呀 不是天空地后了是吧 这里是部队 就你们有情趣是吧 就我林安邦是傻叉是不是 欧阳俊 你到底能跟谁和平相处啊 夏拙药不是因为你 那不会现在弄得弄不回来 你现在又开始为难易子梦了是吧 下一个是不是准备把我林安邦也一块弄死了 整个二七零旅 就你一个高材生 对吧 你就得逞了 心里就美了对吗 不可救药 你大爷呢 好 好 好兄弟 够意思 梦 我说句实话 我会像俊说的 没毛病 夏拙弄不回来 你再这样下去 我也快疯了 我应该是做的 我这样做的 不想早就要先把它烧一下 我也是 你会去哪里 我看我 你走来 下来 你过来 你过来 我过来 我过来 好